马基再给麦奇喂奶 侯莫再和巴特胡卡 马基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准备早餐 忍受孩子们的锅灶 然后列好一天的任务清单 销毁侯莫的脏片 给猫做绝育 干洗衣服 买菜 还要去帮侯莫取出保龄球里的平台 超市里 马基刚放进购物车的商品被麦奇扔掉 辗转了几个商店也没有修好保龄球 回家的路上 马基打开广播 新一期的搞怪节目主持人 接通了一个男人的电话 马基忍无可忍 脑子里再次飘过锅灶的家人 麦奇董事的咬破奶瓶给马基降火 马基将汽车横在大桥上 来交涉的司机全被吓退 春天大桥由此发生大堵车 记者报道着这次事件的新闻 关于一个家庭主妇的黑话之路 猴沫火急火燎地赶到现场 警察让猴沫向马基喊话 告诉他你爱他 马基我非常爱你 警察表示我想他更想要的不是你的小萝卜 而是你向他承诺再也不给他找麻烦 猴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向马基承诺以后会做一个模范账路 马基最终被猴沫的真诚打动 不能入眠的马基看到了电视上的度假村广告 里面放松的氛围深深吸引了马基 他将自己想去度假的想法告诉猴沫 可我们经常度假 而且每次巴特他们都会打扰我们来 猴沫惊了 你难道是想离婚 我什么都可以改 包括我的little brother 马基表示并不是 我只是想自己去度假一段时间 这对猴沫来说也不错 至少可以光明正大的看脏片 但三个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马基要独自外出度假 他很放心猴沫 所以决定把孩子交给两个姐姐照顾 孩子们很喜欢两个姨妈 尤其是小麦奇 马基表示 如果麦奇不想离开家 那就由你照顾他好了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他可能拿他去换啤酒和脏片 马基离开的列车即将发车 猴沫还有很多话要和马基说 我需要多久换一次内部 该换就换 那麦奇的尿布要多久换 该换就换 那家里的高压锅要怎么用 度假第一天 巴特和两位姨妈愉快地享用了一顿晚餐 丽莎表示自己困了 那就去睡觉吧 你跟我睡 巴特跟帕地睡 我能拒绝吗 你觉着呢 晚上 巴特在房间里翻箱倒柜 两位姨妈追剧归来 他们和巴特丽莎一起愉快地入园 而家里的小麦奇茶饭不思 他指着马基的照片表示自己想要妈妈 猴沫表示很抱歉 你妈妈她疯了 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所以现在家里就只剩你和我了 相比于几个孩子的悲伤 马基的小日子就舒坦多了 单人大床房 外加度假村专属旅程安排 旅程将从房间开始 电视会播放最新的好莱坞大片 而午夜之后 就会看到欧洲最棒的二级电影 马基定制了专属的客房按摩服 家里的猴沫也没让马基操心 他会为麦奇吃饭 会和麦奇一起看电视 会细心地给麦奇换尿物 再给麦奇表演狗咬猴沫的节目 还把巴尼叫来给麦奇解伴 巴尼很喜欢小麦奇 晚上 猴沫唱歌哄麦奇入睡 再送上一个晚安文 马基独自外出度假 见不到妈妈的麦奇相思成疾 他从狗洞爬出房子 然后看到了院子外的蓝头房 小麦奇失望极了 在月光下 他两步一摔地踏上了寻找妈妈的道路 第二天 起床的猴沫来给麦奇喂早饭 弄丢麦奇的猴沫崩溃不 巴尼劝他什么事也得吃完饭再办 阿杰 如果丢的是巴特可能就先吃饭了 猴沫和巴尼开始四处寻找麦奇 而此时的小麦奇正在春天阵游荡 他找到一家理发店外 壳里面的蓝头发女人并不是马基 度假的马基已经享受完了度假村的全部服务项目 他吃着蛋糕泡着澡 打着电话抓着脚 完全不知道麦奇走丢的事情 猴沫找到了马基的姐姐家 巴特和丽莎激动不已 回家的猴沫接到了马基的电话 亲爱的马基 如果我告诉你巴特丢了 你会有什么反应 那也太糟了 好消息 巴特没丢 马基告诉猴沫自己一个小时后就会到家 让猴沫载着孩子去车站接他 而此时的麦奇已经惊动了警方 家里的猴沫开始想和马基解释的说辞 麦奇他已经进入了叛逆期 他现在完全可以自立门户了 闻铃响起 克兰西警长问你是不是报警说丢了一个孩子 那你形容一下你的孩子 克兰西警长表示你即将被起诉三项失职罪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猴沫将麦奇紧紧绑在副驾驶上 然后开车去两个姐姐家里接上巴特和丽莎 列车上的马基拿出了一家人的照片 这简直和窗外的四人一模一样 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 猴沫和孩子们也终于明白了马基在家庭中的重要性